汉克想给他女朋友一个惊喜 情人节快到了 但他没有钱 商店里的东西看起来都很诱人 但都太贵了 汉克甚至都不想进去 他坐在人心刀上 想着下一步该做什么 哦 是一美元吗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一美元站在我的鞋上 汉克去了最近的商店 嗨 你只卖水果吗 你想要买什么 我想要新鲜的烤面包 这里是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 他闻起来真棒 谢谢你帮了我这个大忙 我只剩下五十美分了 钱不多 当汉克偷偷溜进出房时 莫莉还在睡觉 他把面包和发棍放在托盘上 倒了一杯牛奶 亲爱的 醒醒 我给你准备了在床上吃的早餐 早上好 什么 这些食物是从哪来的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汉克你太神奇了 嗯 很好吃 很高兴你喜欢 用泡沫做一颗金星 我们来点装饰吧 做黄金有期 用花和珠子盖住它 用一朵大水晶花做支撑 一颗金星将表明它的行为 是多么认真还有多么爱它 亲人节这天 时代谢醒来为亲人节兴奋不已 他穿好衣服并决定在见男朋友前 看一本杂志 当他看了体验时 一只丑比特来到他身边 用魔法做了一座金星雕像 哇 多么惊人的礼物啊 是谁寄来的 这里没有卡片 我有秘密追求着吗 用一块刺麻布做一条领带 将织物折成两半 将碎片缝在一起 别忘了脖子带袋子 莫莉设法准备了一个礼品盒 这样礼物看起来会更漂亮 我能想象汉克打开的时候 会有多开心 床上的早餐深深打动了莫莉 他也想给男朋友一个惊喜 我想为他寄领带 别告诉任何人 我们没有任何额外的面料 我该怎么办 我必须把裙子点下来 做领带不需要太多布 莫莉做了他的缝纫机前 很快礼物就准备好了 哦 已经是14号了 我迫不及待的想给汉克礼物了 亲爱的 我回家了 这是给你的 哇 礼物 真不敢相信 一条领带 那我帮你寄上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朋友 我需要最好的衣服 这就是你选择我的原因 最好的设计师 从两面植物上剪出一个圆圈 为腰部做一个开口 我带来了更多的面料 裙子准备好了 需要做上衣 告诉过你 我是专业的高级时装设计师 用心装饰腰带和裙子 相信我的客户会喜欢的 克罗伊准备过情人节 因为他今晚要和男朋友吃浪漫的晚餐 为了看起来完美无瑕 他想去最好的工作室买一件裙子 他的朋友是设计师 看看这个吧 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知道该给你什么了 正好有你需要的 他们选了一件漂亮的落地长裙 裙子上有红心 哇哦 布兰丹看到我会更喜欢我的 一份古老的拉拉城报纸 完美的时机 把一小束花包在里面 用脚线固定 汉克知道茉莉喜欢花 但他买不起昂贵的花束 在附近森林里比较容易摘到花 他一定会喜欢这些雏菊的 回到城里后 汉克在垃圾桶里找汽水罐 报纸在这里 就像花店里的一样 我可以用罐子给他做一枚戒指 亲爱的 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哦 我愿意 汉克把戒指和一束雏菊 送给了茉莉 恭喜这对幸福的情侣 让我们把这个旧老虎 变成一只不同的猫 把屁猫秃成黄色 向顶部添加斑点 在豹子的脖子上 加上一个带大钻石的项圈 好漂亮的动物啊 克洛伊去和布兰登约会 亲爱的 我有东西要给你 不要偷看哦 是什么 花 一个戒指 一只小狗 当他决定送他一只真正的豹子啊 克洛伊看到礼物后昏倒了 但是当他看到豹子可爱的脸时 又醒来了 不要害怕 它只是一只无害的小猫 小猫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礼物 汉克收集的柴火派上用场的 他能用它们做出一个心 像这样贴着脚绳 把这对夫妇的照片放在上面 用心和一些绿叶装饰 汉克并不富有 但他有丰富的想象力 他自己做了一个新型的框架 情人节赫卡提醒情侣们一起度过欢乐的时光 拿一块石头 和一条银链 钻下环 用链子包住它 拿一室装饰手镯 并附加一个大水晶 上面有个中面 用泡沫纸做闪光的礼品包装 里面藏着一块用红宝石装饰的手表 霍兰的约会经常迟到 这不是第一次让克罗伊等了 当然当你恋爱时时间过得飞快 亲爱的 我决定送你一块手表 这一定很贵 这样你就不会再迟到了 现在他们有更多时间待在一起了 将有小鱼照片的透明塑料 放在一个小瓶子里 用甘油填充容器 一条小鱼正在迷你鱼缸里游泳 汉克军丁和莫莉一起让一只宠物 宠物店里有很多选择 所有动物都很可爱 但是很贵 我能买什么 用这笔钱吗 这只鱼只要50美分 好吧 我要这个了 亲爱的 我决定我们要一起照顾些什么 让这只鲸鱼实现你所有的愿望 汉克这太可爱了 我们轮流喂它吧 把红宝石放在帖子上 充容器和盖子使得看起来像是蒂夫尼的 泡沫橡胶海绵的底座可以固定戒指 有一个价格标签 戒指在这里 该求婚了 这是情人节 布兰灯姐定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组织一个庆祝活动 这是妈妈约会的最佳地点 多罗伊穿着他最棒的衣服 布兰灯拿出一个可爱的花束 配个小盒子 里面是什么 亲爱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 哦 多浪漫呀 我当然愿意 耶 她同意了 现在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了 汉克和莫莉丛花束里拿了一张报纸 亲爱的 看这里 是的 他们为汉克找到了一份完美的工作 几周后汉克成功升职了 她还带着第一份薪水回家 给莫莉买了一件礼物来感谢她 哇 这是一件我一直想要的裙子 你是最好的丈夫 听到翅膀的安静拍打声时 凯特正睡在纸板床上 是丘比特给她带了一张情人节赫卡 我可能是在做梦 什么 约翰喜欢我 哈哈 她太浪漫了 凯特开始为她的约会做准备了 所有的情侣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给这个视频点赞 并订阅拉丽链频道 我们很爱你哦 在第一个滑氛员里会让她开我 撒痱 这些《石螺氏》 我希望你能看到她的 我可以